我一定要開啟廣角鏡頭 讓大家看一下最近這幾個月 在網路上熱烈討論的 在萬華區山水街跟廣州街中間的 一條小巷子裡的向日葵 請看喔 巷子 再看巷子 再看還是巷子 有看到保師傅在這邊嗎 打打招呼吧哥哥 坐在巷子吃台菜喔 紅妝帶入喔 向日葵喔 聽說已經紅了三四個月的一家餐廳喔 在萬華區喔 一般人如果沒有人帶入 萬華區這個是不敢走進來的 他的名字叫向日葵 而且我們現在他四點半開張 我們現在四點半 我們準時就來了 我們有沒有很愛吃 喔所以是路邊攤喔 裡面沒有位置喔 應該就是這樣 就兩桌喔 厲害厲害厲害 佩服佩服佩服 居然這家店美食家會推薦 我是在太意外了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的探秘 往周街152巷子 是這一條好嗎 可是呢他有鐵籃杆籃柱 然後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位置 這邊也是他的位置喔 這邊也是他的位置喔 看喔 全部都是沿著巷子喔 你可以坐那個最前面的地方 哈哈哈哈 我實在太佩服了 像這樣子的店也會被挖出來 佩服萬分 最近很紅的一家小店 還真的是小店 這個店的座位全部都在巷子裡 沒有啊 那個男的都一直站在那裡啊 這東西不怕巷子生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現在是超級巷子生的地方 我們在巷日葵 好深的巷子裡喔 深水街的巷子 深水街跟廣州街的巷子 巷子的巷子 而且還有死巷喔 我給大家看 走錯路是進不來的喔 對對對 要四點半就來喔 哈哈 我點一碗白飯 沒事沒事 沒事我們 沒問題 我們自己來 他只有五道菜喔 一個是筍乾威蜂肉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蜂肉 而且很便宜喔 一百塊不到 因為他的價格都很低 因為他的份量都一人份 然後呢 這個是主廚白菜乳 這盤才50 然後這個是無菜單小菜 地瓜葉跟苦瓜 滷得很軟耶 你拿起來他都已經要掉下來 來 看一下他的筍乾威蜂肉有多軟 這塊更軟 好軟喔 這塊油脂更多 對啊 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怎麼那麼大 嗯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個醬油碟子是紫的耶 看他在斷面喔 還有帶血色 嗯 周周是嫩的 好 這塊 來 這塊 好 這塊 這個雞皮還有膠質 很Q彈 其實看起來很夠水準喔 獨門燒鮮魚 看一下他的獨門燒鮮魚 這剝皮魚會比好 不錯喔 這是盤子魚喔 大家可以看到盤子魚上面有一根喔 他經常偽裝另外一種魚 至中 可是因為他就是多了這根 所以他就是盤子 這一道叫做西行燕尾 這要瓣豆的菜買湯 然後可是 現在 沒有瓣豆啊 哪有菜買 對我們都用新鮮的食材 去熬以前的味道出來 然後中間這塊圓圓的 就是以前那樣瓣豆的乾 對 對 還有什麼 菜頭 零零啦 這不是菜頭 這是零零 紅蘿蔔 鵬蛋豬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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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筍片 東腿 天菜去做成菜尾的味道 對 以前菜尾是剩的菜混在一起 對 這是陳柏林喔 才三十幾歲而已喔 原來他是廣州街 旗樓下的自助餐的二代 總之是在看老生 超 完全 不然 大概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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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